英國皇家婚禮之步步逼近 威廉王子在親房 被颶風雅思侵襲的澳洲時 許多當地人相當開心 他還說可能會在此度蜜月 威廉還說英國天氣實在有夠藍 使他面有彩色 並說澳洲的大太陽正是他所需 王子還說從以前他就嚮往在大堡礁游泳 還有哪些事他想做咧 同時威文基凱特留在淒涼的英國 而王子正在澳洲逍遙 不知凱特會不會因獨自準備婚禮而起笑 但沒幾周就是婚禮了 各家媒體也真相報道皇家婚禮一次 連美國某頻道也要首播 威廉及凱特的故事 婚禮當天BBC在美國也會同步 在清晨五點半轉播這場世紀婚禮 但收視率在美國會高嗎 我們有上推特喔 從今天開始追蹤我們吧